好,那么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卷积的一个结果啊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一看啊,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小车是咱们的输入的一个数据 咱们对这个小车啊 可以不断的进行 比如说这有个conver1 然后呢,后面又接了一个conver2 conver3 咱们不断的进行一个卷积的操作 不断的进行卷积的操作相当于什么 第一个卷积的操作相当于 咱们在原始的输入上 在这个小车上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吧 提取出来的特征啊 咱们管它叫做一个低层次的特征啊 对应着这里 咱们提取出来的是一个低层次的特征 然后呢 对应于咱们提取完的特征啊 咱们再对提取出来的特征 再进行卷积 再对特征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咱们得到了一个中间结果的卷积 再对这个特征 还可以再进行卷积特征提取吧 咱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高层次的特征 也就是说呢 咱们这个特征啊 是不断进行提取 不断进行压缩的 那么最终呢 咱们就得到了一个比较靠谱 比较高层次的特征 那么实际上来说啊 咱们要对这个原始图像 进行多次的卷积 那么进行多次卷积之后啊 就相当于 咱们把原始的特征啊 进行一步又一步的浓缩 一步又一步浓缩之后啊 咱们得到的特征 应该是更准确的 咱们就要用之后提取出来 最后一层的特征啊 进行一个咱们想要做的任务了 比方说一个分类任务 或者说是一个回归的任务 现在啊 大家应该对这个卷积 神经网络当中的 这个卷积操作 有了一定的理解了吧 那么下面咱们就就着 这股热乎劲 看一看这个卷积啊 到底是进行了一种 什么样的计算呢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看啊 就是说 接下来啊 咱们就拿这张图去讲一下 咱们卷积过程当中啊 究竟是计算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么首先呢 咱们先来说一下 就是说咱们从左往右来一次说一说 这些东西啊 蓝色的红色的 粉色的绿色的 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啊 最左边的这些蓝色的区域啊 它就是咱们一个原始的输入 我们可以看到 原始的输入是什么 原始的输入是一个 7乘7乘3的大小的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数据啊 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呢 它的长和宽分别是7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通道是3 有通道的意思啊 就是说它是一个RGB的结构 比方说啊 我让这个第一个啊 它是一个R通道的 这个是一个G通道的 这个是一个B通道的 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的输入啊 是一个三维的情况啊 然后呢 咱们就要对这个输入啊 进行一次卷积的操作 那么进行卷积操作啊 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 咱们首先啊 要找出来这样一个filter吧 比方说 这里啊 咱们先看这样一个filter W0 咱们啊 先初始化这样一个filter 怎么初始化呢 咱们这个filter它是有一个size的 就是说 咱们的filter 咱们需要给它指定出来 它的一个H和W 在这里呢 这就是一个H 它是等于3的 这就是一个W 它的宽也是等于3的 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啊 好像是构造出来这样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是有一个大小的 那么这个大小就对应着 咱们对于图像当中 多大的一个区域 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说 嗯 这是 比方说啊 这是一个卷阶操作 是不是说 咱们要对这样一个区域 进行一个值的提取啊 那么这个区域是取多大呢 这个区域的大小 就是等于你filter 你自己设置的一个大小 这个3乘3乘3啊 它是完全由咱们自己设置出来了 咱们这里呢 咱们就假定 咱们这个第一个filter 它的大小啊 是3乘3的 然后呢 因为啊 咱们的这个输入 它是一个3 深度是3的 它是一个三同道的 所以说呢 对于咱们这个filter来说啊 它也是一个三同道的啊 我们看 咱们的filter是有这个 我们来说吧 它是一个F11 F12 还有这个F13的 它也是有一个深度的结构吧 然后呢 咱们对于这个filter 和对于这个输入 咱们现在都有了 那么接下来 它们俩之间啊 就要进行一次卷积的操作了 咱们来看 首先啊 咱们这个filter 要在咱们的原始输入上 找出来这样一个小区域吧 怎么找啊 就按照咱们这个窗口 一个滑动的方向进行找 我们看 最开始的方向是什么 最开始的方向找出来 在图像呢 最左上角 咱们先找出来 这样一个三乘三的小区域 找出来了 这样一个三乘三的小区域之后啊 我们看 咱们的filter里边啊 是不是有一些值啊 这些值是咱们要不断进行更新的 也就是说呢 咱们在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 要进行迭代 迭代咱们为了什么 咱们就为了找出来 这样最好的一组 W0啊 也就是说 咱们为了能找 能使得filter里的这些参数啊 我们看 这个111-1-10 这个-110 咱们为了使得这些参数啊 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所以说 咱们进行了卷积网络的前向传播 还有反向传播 最终呢 咱们就要调节这些W 假设说啊 咱们现在的W W0啊 是长这个样子的啊 不管它里边值啊 是什么了 卷积操作啊 就是说咱们先选出来了 这样一个合适的大小 这个大小呢 是跟咱们的filter大小 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要对这个蓝色区域 还有这个红色区域啊 它们两个之间 要求一次内积 求内积怎么算 求内积很简单 就是说 对应元素的位置 乘起来 再加到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来 咱们来就是说 完整的算一下吧 对于啊 就是说 这个小窗口 它跟咱们的filter 一次内积 怎么算呢 我们看这是一个1对吧 第一个位置是一个1 然后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0对吧 1乘上0 再加上 第二个位置是1 又是0对吧 再加上1乘0 第三个位置是1 对应的位置是0 再加上一个1乘上0 负1乘上0 然后我就不一个 还是都完整的写一下吧 负1乘上0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负1乘上1吧 负1乘上1等于几啊 等于负1吧 再加上这个0乘1 又等于0吧 再加什么 负1乘0 再加上1乘1 再加上0乘1 也就是说呢 点点点 不写了 太多了 也就是说啊 要把咱们对应位置 都进行一个乘积 乘积完之后啊 咱们再把它们乘积的核 给它加在一起 就完成了一次 球内积的操作啊 咱们可以计算一下 有值呢 就是这四个吧 1 然后呢 对应着这块是负1 这块是正1 所以说啊 最终的结果等于什么 等于0吧 那么咱们现在啊 算完了什么 咱们算完了这个F11 也就是说 对于第一个filter来说啊 它的第一层深度的计算结果啊 这还没完 它是不是还有第二个深度啊 我们可以看啊 就是说 为什么咱们要让这个filter的深度 跟咱们原始的输入的深度啊 是保持一致的呢 也就是说啊 咱们filter 咱们原始的输入 有几层深度 咱们的这个filter啊 就要算几层深度的值 我们看啊 刚才算的是F11吧 咱们接下来 要算这个F12了 对于这个F12来说啊 它要跟谁进行相乘啊 它就要跟咱们原始输入的下一个深度啊 就是说下一个 比方说这个g通道的值进行相乘了 怎么乘啊 还是跟刚才一样 -1乘0 -1乘0 1乘上0 对应位置还是相乘 咱们来算一下 这块有个122 这块是001 那么最终结果是不是就等于2啊 这是咱们的F12 那么对于这个F13呢 它算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这里呢需要大家注意点就是说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对应关系给它找好 这个就是说我们filter深度是1的 就对应着咱们原始的输入深度是1的 filter深度是2呢 就对应着咱们原始输入深度是2的 filter深度是3的 就对应着咱们原始输入深度是3的啊 咱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对应关系给它找好 然后啊咱们再来算一下这个F13 F13啊这块有个22 这块两个值呢都是0 恰好它就是等于0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啊算完了这个F1 F12还有F13 算完了这三个值之后啊 大家还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说咱们不光这个filter 咱们不光有一个w 咱们还有一个b啊 其实呢咱们算了一件什么事啊 假设说咱们的输入是x 咱们是不是相当于算了一个wx啊 再加上b这个操作啊 这个wx加b 大家一看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很多阶级学习算法都是通过这种wx加b 把咱们的结果给它求解出来的吧 好那么咱们现在算完了这个F1 F12还有F13 然后呢b啊它因为是一个常数值啊 不能说是常数值 b啊因为它是一个单值吧 咱们这么说吧 所以说呢咱们接下来啊 就要把这个F11和F12 还有F13都加在一起 我们看啊 这个wx算完之后啊 是不是加在一起等于2啊 b算完等于几啊 b算完现在是不是等于1啊 所以说它算完之后的一个特征值等于几啊 它的一个特征值是不是就等于3呢 那么对应着这里啊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我画红框的 就是咱们对应着咱们现在filter 这个w0对应着这个filter 也就是咱们第一个filter的一个特征图 咱们现在算的就是说 特征图上第一个点的位置 咱们算完了 它是等于3吧 咱们就把3填充到特征图上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第一个值 所以说它就添加到这个左上角了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这个第一个filter 它计算了一次卷积之后的结果啊 咱们现在只是算出来了 这样一个值 这样一个值呢 3这个值对应着是原始输入 这样一个3乘3的小区域 哎 那么算完了这个3乘3的小区域之后啊 接下来咱们要怎么算呢 接下来啊 咱们的窗口要发生一个滑动了 我们看 最开始是这样一个红色方框里的吧 哎 对应着一个3乘3小区域吧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说 咱们的卷积啊 是对原始图像上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的计算出来 这个区域所能代表的一个特征值吧 所以说 接下来咱们又把这个窗口啊 进行了一次滑动 我们看 现在是不是滑动到了这样一个蓝色小窗口的位置了 在这个蓝色小窗口的位置 咱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还是跟刚才一样 对应着咱们这个第一个filter 咱们是不是有这个F11 F12 还有这个F13呢 咱们还是去算 这个F11 它的乘上 这个区域上的一个内积 F12算内积 F13算内积 算完了之后呢 都加在一起 再加上这个币值 他们现在得出来什么 他们现在得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说 咱们特征图上第二个位置的值了 也就是说 负是咱们这么样得到的 那么现在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 就是说 咱们这个特征图上值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 那么这个-4怎么样计算呢 大家现在肯定猜出来了 -4其实就是对应于这样一个区域嘛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4对应的一个区域 -4就是对应着咱们窗口接着往下再滑一下 再滑一下这个区域 再算内积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这样一个-4的值了 然后这个-4呢 哎呀 现在大家可能看 哎呀 这个滑到头了 该怎么办呢 滑到头了之后啊 咱们还可以再往下进行滑嘛 还可以换这个区域嘛 这是咱们这个-4对应的区域 -1呢 -1之后啊 咱们还可以往下滑嘛 哎呀 这个滑大了 还可以往下进行滑嘛 7也一样 也就是说呢 咱们好像是通过一种滑动窗口的模式 把咱们的特征值啊 给它计算出来了 其实呢 咱们在计算这个卷积操作的时候啊 一开始它已经会把咱们原始图像啊 分割成几个小块了啊 对这一个小块是同时进行这样一个求解的操作的 那么咱们现在说完了对于这个filterW0啊 也就是咱们第一个filter计算的过程 那么这个第二个filter 也就是这个filterW1 咱们还用说嘛 其实啊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呢 这个是对应着咱们这个filter1来得到的一个特征图 这个呢 是对应着咱们这个filter2得到的特征图 特征图的计算结果啊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说呢 这个是代表着它的一个深度吧 我们看 咱们最终啊 是不是要把这个filter1还有filter2 给它堆叠在一起啊 咱们是通过不多个filter组成的特征图 来得到一个卷积的输出的结果的 对应着咱们的结果